《物業管理經理長眾生涉嫌於2021年6月至7月期間, 在上水一間幼稚園門外以及高等法院大樓, 多次張貼大友煽動標語的海報, 指揭三名審理手中國安法案件的法官, 包括人有法官肖像並配上辱罵的字眼, 其後再被搜出48張大友仇視特區政府及官員的數碼海報, 被告承認4項展示煽動刊物罪以及1項管有煽動刊物罪, 最終法院判被告監禁8個月。 審理該案的法官羅德傳響判刑時指, 被告精心挑選海報張貼地點、時間, 明顯是經過深思熟慮,有計劃敢犯案。 法官有指,被告在住所附近的幼稚園出入口和行人道上張貼海報, 有配以三名主審法官肖像, 逃污驅廢,幼稚園學生經過時會看到有關海報。 學同年輕,缺乏心智分析, 單靠圖像分辨是非, 涉案海報會響不知不覺間逃獨幼同心靈。 被告有在國安法首名被告唐英傑案件期間, 將印有主審法官肖像以及名字的海報張貼於高等法院洗手間內, 羅德傳指被告行為意圖挑戰法治, 令法庭的旁聽人士情緒激動聲溫, 是案情最嚴重的控罪。 而從被告在電子裝置藏有刊物的數量來看, 絕非是單純收藏,而是有其目的。 法官考慮到所有案件在短期內接連發生, 各項罪名刑期同時執行, 共判監8個月。 封端 三國 二十八 四 八 八 六